香港立法会特别财委会星期三 审议拨款1亿港元给四川省政府震灾 结果议案没有办法表决 因为泛民主派议员批评两地政府监管不利 担心再次给大陆的贪官机会中饱私囊 认为应该珍惜纳税人的钱 直接捐助救援的志愿组织 泛民议员认为 每一次天灾都成为大陆贪官 发灾难财的大好机会 强调大陆当局不缺钱 缺的是制度 每一次天灾就成为了国内的贪官污吏 发灾难财的一个大好机会 在这么多次之下 我们仍然是吸取不了教训 仍然是继续用一个字叫盟捐 我们觉得是很大的相同 中国缺乏的不是钱 中国缺乏的是廉政 如果我们这样捐款 是益了贪官污吏 捐就不是救助灾民 而是奖励贪官 有议员细数汶川地震灾后重建 贪腐事件陈出不穷 令港人对两地政府不再信任 多个项目违规 超标建设 利用善款 兴建豪华 办公大楼 法制晚报就报道 民村重建过程中 有至少421个党员干部 因贪腐被处分 这些是铁一般的客观存在的事实 会议开了两小时 仍有议员未发言 有关拨款需押后表决 但日期未定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